4月30号 同心抗疫迎接曙光爱心捐赠仪式在香港启德邮轮码头的启德方舱医院建设工地举行 多家爱心企业向启德、竹高湾及元朗唐北社区等方舱医院的前线员工捐赠280项抗疫物资 旭达国际物流集团董事长苏永安表示 在香港防疫抗疫的延续时期 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在极短时间内完成 为收拾新冠患者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希望此次捐赠能为一线抗疫人员提供切实帮助 疫情最厉害的时候 我们都有彷徨 这方舱团队一下子这么高效 中央人民政府的祖国对香港这样的支持 真的是安定的民心 定海神针 所以这位香港的一个市民 我们觉得应该有所表示 通过这个来对方舱建筑团队跟方舱医院的工作人员 表示一种回馈跟相互支持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环保慈善基金创会主席高永文 在军赠仪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香港疫情连续多日有所缓和 但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对香港疫情防控仍然非常重要 希望市民不要放松个人防护措施 觉得今天这个捐赠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这些运作起码其中有一部分的设施 我们不可以因为疫情稍微缓和 我们就说当不用了 关闭了它了 我们这里的方舱的隔离设施 其实仍然对香港今后要走的抗疫的道路非常之重要 希望大家都不可以放松我们个人的防护措施 包括戴口罩清洁首部